4月20号 四川亚安卢山县发生气垫灵际地震 灾难发生以后 社会各界纷纷用不同的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哀思 兑现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汶川地震中 失去双腿的古达老师廖志 就是其中一员 在亚安地震发生的第二天 他就赶赴灾区 当去有志愿者 带着甲之与同伴一起送衣送粮 据悉五年前的灾难 不仅使他失去了双腿 更容忍地失去了年纪一岁的女儿 当朵志愿地震发生之时 他义无反顾地冲上前线并表示 经历过灾难 所以更了解身在灾难中的人们需要什么 当我们把救灾物资 发给前来领取的乡亲们时 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高兴 六老师的感恩事迹 随即在网上扩散开来 感动了很多网友 不仅被网友评为最美女教师 各位网友充其容貌 美思张博之 大灾面前有大爱 失去双腿 却依然用灵魂舞蹈的廖老师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坚强 优酷娱乐不报 这一八道 经典会剧 口碑之作 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 杀出灵迹 优酷英剧频道 中文上线 新一英剧 精彩优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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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